超强台风天 我跟老婆白月光同时被困 我被困高层情况危急 可消防员老婆却先救了困在地库的白月光 我被玻璃碎片扎中心脏 九死一生 再次向他发取求救信息 他只顾着赔擦伤腿的白月光 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 石像明 你闹够了没有 为了引起我注意你还学会骗人的劈图了 你知道今天台风天 你这样的谎言有多恶劣 当我终于脱困后 对他的爱意也消失殆尽 他却如同疯了一样 跪在我家门口 红着眼睛求我不要一清别脸 砰 落地窗在我眼前被炸开 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台风的恐怖 更糟糕的是 在玻璃破碎时 我被一块碎片正好扎中心脏的位置 我的嘴唇苍白 我想到自己的消防员老婆柳如烟 连忙打电话给他 电话很快被接通 老婆 我受伤了 很严重 你快点来救我 我忍着痛一说 可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却很不耐烦 石向明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添麻烦 好好待在家里就得了 我现在真的没空 夜望他被困地苦 也受伤了 我必须去带队去营救 说完柳如烟就挂断了电话 甚至都不愿意听我多说一句 等到我再打过去时 他就不接了 万般无奈之下 我忍痛将自己伤处 用手机拍给柳如烟看 希望他快点来救我 因为我之后打过消防电话 他们说现在台风天 情况紧急 消防队也很难抽出人手 唯一几个人手 也被柳如烟刚刚带出去了 可柳如烟明明已读我的短信 却还是没有回复 我胸口伤口的血流得越来越快 为了能撑得更久点 我只能拿毛巾堵住伤口 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求救 可是现在台风天 大家都自顾不暇 我在卫生间里听着呼啸的风声 疼得满头是汗 我突然想到柳如烟 现在应该在干什么 是再就夜望吗 我不明白 为何我跟柳如烟结婚五年了 却还是不能撼动夜望在他心里的地位 年少时柳如烟跟夜望是一对恋人 他们马上要谈婚论嫁了 谁知道夜望因为要出国留学 毫不犹豫抛下了柳如烟 在柳如烟最绝望时 是我陪在他身边 鼓励他撑下去 后来因为柳如烟他奶奶病重 他就提出了要跟我结婚 当时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劝我 说叫我不要贸然同意 毕竟柳如烟对夜望 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 谁都知道 可我却还是答应了 我爱柳如烟 很久很久了 从第一次在图书馆 看见他清冷的容颜 还有公交车上 面对闲出手柳如烟 也能勇敢站出来 柳松道他去派出所 在我眼里 柳如烟热烈勇敢无味 是最璀璨的存在 本来我们婚后的生活 还是可以相敬如宾的 可谁能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夜望突然从国外回来了 他在国外 没有自己梦想中的功成名就 自从夜望回来后 我本能察觉到柳如烟 越来越晚回家 还有他衣服上 那属于别的男人的香水味 时间一点点过去 我的心越来越凉 其实我很想问问柳如烟 又不是发洪水 夜望被困在地库 能有什么危险 而我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他作为妻子 怎么可以明知道 也不管我 或许我为柳如烟 无论付出多少 都抵不过夜望的一分一毫 叮咚一声 是柳如烟 回消息了 二 我的心里燃起希望 可打开短信一看 却是柳如烟冰冷的态度 石像明 你闹够了没有 为了引起我注意 你还学会骗人的P图了 你知道今天台风天 你这样的谎言有多恶劣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就夜望不是因为 于情未了 而是我的职责 我看到这些短信 连忙给柳如烟打电话 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危急 只是我想要跟他解释清楚 我没有骗人 万幸电话接通了 你又怎么了 柳如烟声音冷 还有疲惫 老婆 我真的没有骗你 没有P图 我真的受伤了 我躲在卫生间里 可我胸口的血还在流 老婆 你快来救我 可我的话 还没有说完 就被电话那头 一道男生打断了 如烟 我好害怕 谢谢你愿意来救我 你都不知道 我刚刚腿被刮出血时 我有多害怕 我差点以为 我自己一个人 永远困在这里了 电话那头 叶旺的声音满是柔弱 跟个不要脸的绿茶男一样 可我心如刀割 我说自己被心脏被扎 柳如烟不信 可叶旺仅仅只是被擦伤腿 说着事态紧急 没有人手的柳如烟 却愿意带队去救他 还真是初恋回头 现任必输啊 没关系 叶旺 我说过的 只要你需要 我都会一直在的电话里 柳如烟声音满是温和 虽然他的声音渐渐冷冷下来 这样吧 石像明 我先把夜望送到安全地方 等下台风小点 我再来把你接过来 石像明 你也不想因为你一个人 这么心事动众 我毕竟是消防队长 要注意影响柳如烟说完这话 甚至都还不等我开口 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靠在潮湿的墙壁上 满是悲凉 他带队来救我 就是影响不好 可柳如烟带队去救 初恋夜望时 怎么就不怕影响不好 此刻我终于明白 也无法自我欺骗 柳如烟还爱着夜望 我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压根以为 只要我对他好一点 再好上一点 就算他忘记不了夜望 可他的心里面怎么样 都该有我的一点位置 可是现在 可悲的一切 衬托我跟傻子一样 柳如烟心里压根没有我 我低头看向自己的伤口 意识却越来越模糊 我想自己要死了 我悲哀地想 如果柳如烟知道我死了 肯定是不会为我掉一滴眼泪 毕竟现在他心里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这个正牌老公一死 刚好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正当我彻底要陷入黑暗时 突然听到一声 女生在我耳边 叫我坚持住 我很清楚 不是柳如烟 他现在正在陪他的白月光夜望 又怎么会顾及我 等我再次有点意识时 睁开眼是刺眼的白光 几个穿白大褂围在我身边 这个病人还真幸运 扎一点玻璃就要扎到心脏 不过要是送来晚一点 不能及时抢救 怕生命也要没了 对了 他的家属呢 快点联系医生跟一旁护士说 三 家属联系上了 我让他老婆过来 他没空 就问了句病人死没死 我说没死 他就挂断了 然后我再打也打不通了 护士似乎也在为我愤愤不平 我都没有见过还有这么做老婆的 搞得出事好像不是他老公一样 躺在抢救台的我 那可不知为何 觉得万籁俱寂 唯一可以听见的 是我现在痛苦低血的声音 抢救回来后 我在重症监护士躺了快两个月 而这两个月 我除了在电视上看到柳如烟 干练接受采访的身影 其他时候根本看不到柳如烟 她似乎消失了 等到我可以出院时 柳如烟终于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满怀西级地接起 石像明 你出院了吗 柳如烟声音很冷 对啊 我待会买菜 老婆你晚上要回来 我迫不及待地说 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柳如烟给打断了 不用 我晚上有工作 石像明 我不是跟你说过 夜望的腿受伤了吗 都不好做饭 刚好你出院了 待会买菜去他家做吧 柳如烟理所当然地说 仿佛让我这个老公 给他白月光做饭实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又开始疼了 可谁又会在乎 柳如烟 夜望伤的是腿又不是手不耽误他自己做饭的 我努力抑制自己心里的悲伤 可没有想到柳如烟听到我的话 瞬间怒了 石像明 你能不能有爱心一点 有同情心的 夜望刚回国 他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 你去帮他做顿饭又怎么样 我不是好人 柳如烟你是 我就想问问你 假如有一天 我跟夜望同时落入危险的境地 你会选择救谁 电话那头柳如烟 结结巴巴半天都说不出答案 石像明 你别这样说 这是没有发生的 事情 我内心悲凉 苦笑哽咽 不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你也已经选了 不是吗 柳如烟文言沉默了很久 挂断了电话 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突然手机里收到了一个视频 是柳如烟在厨房熬鸡汤的画面 他精致的容颜 看向夜望时满脸温柔 我抬头看着漆黑的客厅 突然浮现一股悲凉的 无能为力感觉 我的妻子 此时此刻 他正陪在另外一个男人身边 而我就是个废物 竟然叫不回来他 四 到了晚上 我睡不着去了书房 却在柳如烟的书房 一个暗阁 发现了一本黑色日记 我翻开第一页是柳如烟的日记 这本日记的每一页 都记载着他对夜望的爱 19年12月3日 我嫁给石像明 却并不觉得开心 我不是好人 我骗了石像明 我不爱石像明 可他爱我 是个好选择 石像明不知道 从我嫁给他的那一天 我的心就死了 我看到这页柳如烟的日记 心里突然觉得讽刺 我拿出手机观看 曾经跟柳如烟结婚时的画面 当时柳如烟笑颜如花 可原来真心像个傻子一样 笑的确实只有我 12月23日 我还是很想夜望 每次我抬头 一想到我是跟他在国外 同时看一个月亮 我就觉得很幸福 日记本有好几百页 洋洋溢溢地记载着柳如烟 对夜望的思念 当我翻到最后一页 看到的是柳如烟并没有写日记 而是简单地在最后一页 写上了一段话 夜望回来了 我的心好像不受控制地活了过来 这刻 我对柳如烟的心终于死了 握舞着自己受伤 胸口包扎的纱布 终于意识到自己该放手了 我起身拿着行李箱 收拾好行李以后 用手机拍了日记本给柳如烟 还发了一条短信 柳如烟 离婚吧 做好了这一切 我拉着行李箱 离开了这个跟柳如烟 住了五年的家 可我的手机 立刻收到了柳如烟的电话 但是这次我并没有接听 而是直接将她拉黑 爱一个注定心里 有别的男人的女人 真的好累 我已经遍体鳞伤 根本不想再爱了 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却没有想到 在小区楼下遇到了沈西 她是我隔壁邻居 那天也是她在物业群里 看到我的求助 选择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的 是你啊 沈西我满脸惊喜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出院时候 本来想去上门拜访 表达我的谢意的 没有想到 你不在沈西生的娇美 自己开了个药店 她看到我又看到我的行李 没事 这有啥 俗话说得好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我奶奶就是住这个小区的 所以我今天来看看她 对了石像明 你怎么拉着行李箱 你也想搬到这个小区吗 那个房子 你们夫妻俩不住吗 我垂谋 我已经准备要离婚了 啊 看得出来沈西很惊讶 但她还是忍下了自己的八卦 没有打探我的私事 这样啊 那你自己考虑清楚 在上楼时 沈西看见了我胸上的伤口 她满眼担忧 石像明 你的伤没有关系吗 要不然我来帮你拎着行李箱吧 待会扯到你的伤口 怎么办 不用不用 我连连摆手 台风天的时候 要不是沈西救了 我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现在还怎么还能让我的救命恩人 帮我提行李箱呢 那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 这有什么 石像明 你太客气了 我们是邻居 邻居本来就要互相帮助的 再说了你胸口上的伤 我可听医生说过了 差点就伤到心脏了 这可不是小事 柳如烟强行接过我的行李箱 上了楼 这一刻 我看到她的背影 不由想到柳如烟 连一个女邻居 都可以这么关心我的伤势 可柳如烟作为我的妻子 却在明知道 我差点被碎玻璃砸中心脏 可她却管都不管 还叫我去给夜望做饭 真是可笑 我突然觉得 我跟柳如烟这五年婚姻 如同讽刺悲凉得很 柳如烟一直换着号码 给我打电话 到了晚上 她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在住的地方 我打开门时 她看起来风尘仆仆 眼里有泪光 石像明 你别这样了 那本日记 你说的全部都不是真的 你能不能不要 因为一本日记 就对我提出离婚 你明明知道离婚两个字 是不可以随便说出口的 我勾唇冷笑 柳如烟 你欺骗了别人 就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这次跟你离婚 我是下定决心地说完 我就打算关上家门 可柳如烟毛子 竟然出现慌乱 她不顾自己 可能会被大门家伤的手 执意钻住了我的衣服 不 我不要跟你离婚 你难道忘记了 在我奶奶的病床前 你有承诺过的 你要照顾好我一辈子 石像明 你怎么可以对我提离婚 这两个字 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 柳如烟的眼泪 一滴滴地落下 看起来难过不已 我打开门 看着柳如烟 紧紧钻住我衣服的手 突然苦笑 柳如烟 你还真是虚伪又自私 明明心里面有沈西 却还是不肯放过我 那天刮台风 你明知道 我被碎玻璃扎中心脏 很有可能会死 但是你还是先去救了 只是腿被擦伤的沈西 柳如烟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值得我爱 我强行将柳如烟 攥住我衣服的手 一根根掰开 不要 不要 我不要离开你 石像明 柳如烟哽咽地哭泣 可我却不为所动 我们离婚 我不管你的日记写的是什么 也不管你心里真正爱的是谁 反正我已经不爱你了 柳如烟 如果你真的心里还有半分愧疚 就放手吧 我们各自安好 不要柳如烟抱住我 慌张解释 石像明 我那天不知道 你伤势这么严重 我以为你是骗我的 我看着柳如烟 讽刺地轻笑 那夜望呢 柳如烟 你到底有没有心 当年你跟他谈婚论嫁时 夜望为了出国留学 抛弃了你又 结果他回来了 你就可以忽略自己的尊严 见兮兮地跑到他身边 柳如烟 你这种人 根本不值得对你好 我红着眼睛控诉他 因为真心对你好的人 你压根就不会在乎 石像明 你太过分了 柳如烟 抬手打算给我一巴掌 可却被我拦下了 我不许你这么说夜望 他已经跟我解释了 当时他之所以出国 是因为没有办法 他母亲想要他出人头地 所以才以此相逼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会离开我的 柳如烟红着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这样的他 突然明白了 他对夜望的爱 就算夜望的母亲 以此相逼 可我听说夜望在去往国外 把他一切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 却是真的 更何况夜望当时保送 是他主动去申请的 他当时根本在做两手准备 把柳如烟当成一个备选 夜望对他的背叛更是真的 柳如烟向来是精炼聪明的 可为何时不破夜望拙劣的谎言 可为何他知道现在还是自我欺骗 不过就是因为柳如烟爱他 其实夜望说的对 我不过是捡了他不要的东西 还当做宝贝一样呵护 只要他回头了 我就注定是输家 柳如烟 我不管你说的愿望是有什么苦衷 我都不关心了 明天吧 明天上午我们民政局见 我冷冷地说 柳如烟却满是伤心地瞪着我 石像明 你难道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跟我离婚你确定考虑好了吗 不要赌气 这件事情不是小事 柳如烟拿出了自己平时 训自己队员的口气来跟我说话 当然 柳如烟 说实话 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我只有这一刻才是最清醒的我轻笑 可我的笑容似乎灼痛了柳如烟 他红着眼睛转身离开了 我正打算关上家门时 突然听到墙角传来 有东西摔落在地的声音 我走过去发现 沈希正在捡掉落的西红柿 我笑着蹲下来帮他一起捡 抱歉 石像明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你们说话的 我只是给我奶奶买菜回来 刚好撞到了沈希满脸不好意思 没事 反正这件事情 我一开始 也没有打算在大家面前隐瞒 柳如烟有些同情 是对 其实石像明 你能够想开是最好的 其实你老婆跟那个男小三的事情 我们整个小区群里都传遍了 就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柳如烟都把夜望带回家好几次了 给楼下里奶奶看好几次了 你对她那么好 可是她却这么对你 我看离婚 也是柳如烟配不上你 沈希气呼呼地说 石像明 我支持你 甩脱渣女 你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你可别听她那些解释 简直就跟狗屁一样 都已经结婚了 还跟别的男人那么暧昧 简直是给我们女人丢脸 嗯 谢谢你 我看到柳如烟 还拿了一个大箱子上来 这是 柳如烟不在意地说 这不是我奶奶之前的轮椅坏了吗 我就寻思从网上买个轮椅回来 自己组装也划算一点 石像明 你先回去吧 我还赶着给我奶奶做饭呢 七 沈希捡好菜 正准备拖着没有组装好的轮椅回去 我帮她拿过轮椅 要不然这样我帮你装吧 我挺会组装这些东西的 你一个女人 组装这些也会吃力一点 我看你一天到晚也挺累的 又要管店里 还要照顾你奶奶 沈希有些不好意思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毕竟还受了伤 我没有关系的 我都习惯了 忙得跟陀螺一样啊 好多了 而且你都救了我的命啊 我不过就是帮你组装个轮椅 这有什么关系 你在拒绝就是不拿我当朋友了 我笑着说 那好吧 沈希不好意思地答应了 沈希奶奶今年八十了 平时腿脚不好 本来平时都是沈希舅舅他们照顾 但是这几天 沈希舅舅出去走亲戚了 所以照顾奶奶的事情 也落到沈希头上 从奶奶的口中 我得知了沈希可怜的身世 她十六岁时 父母就出车祸死亡了 这么些年 都是她一个人支撑着 自己生活下去的 我得知这些 看着沈希笑盈盈乐观性格 不由心里浮现钦佩 组装好轮椅 沈希不许我走 非要留我在她奶奶家里吃饭 来 你多喝点有营养的汤 石像明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需要养好身体 沈希给我盛了碗铜骨汤 谢谢 我感觉沈希真的对我特别好 这种久违被人关心的感觉 让我心里有些悸动 第二天 让我没有想到 柳如烟竟然带着夜望 在我家门口等着 我打开门争住了 怎么柳如烟 你这是打算前脚跟我离婚 后脚就跟她登记去了 玩得可真花呀 柳如烟眼眶红了 石像明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我今天带夜望来 是想让她跟你解释清楚 我跟她的关系 你不要赌气好不好 夜望闻言也是故意装作孱弱 对 像明 虽然我跟柳如烟 曾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清清白白的 如果你非要怪的话 那就怪我吧 是我不应该从国外回来 是我不应该出现 这种恶心人的话 偏偏每次柳如烟听的 都特别感动 石像明 现在你相信了吧 还要离婚吗 柳如烟满眼是对夜望的心疼 我正要回答 突然对面传来了 沈夕轻快的声音 沈夕挽住我的手 当然要了 只要石像明跟你离婚了 刚好也不耽误解 你跟前男友做清白朋友 柳如烟看着沈夕挽住我的那只手 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 她抬头控诉我 石像明 这就是你跟我离婚的理由吗 我正要开口 沈夕却快要一步 如烟姐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跟石像明可就是清清白白的朋友 哪像你 都把外面的野男人带回家了 竟然还能够舔着脸说清白 你凭什么这么说 如烟 夜望满脸怒容沈夕讥讽勾唇 我说她怎么了 我还这么说你了 你就是个不知廉耻 破坏人家庭的软饭男 还道歉 我要是你妈就把你塞回去重新造吧 我从来没有发现 沈夕还有这么毒蛇的一面 柳如烟哭了 石像明 我这么爱你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这个女人有哪一点比我好 柳如烟更加用力挽住我的手 就凭台风那天 如果不是我救了石像明 那么她早就死了 可是那天 如烟姐 你作为石像明的妻子 你在哪里 又陪在谁的身边 沈夕直出痛点 我 柳如烟脸色苍白 欲言又止 最后哭着跑了 夜望连忙跟了上去 他们都走了以后 我松了口气 笑着看沈夕 谢谢你 真没有想到 你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 沈夕笑笑 这又什么 我就看不惯这些狗男女 仗着你人好脸脸都不要了 就这么欺负你晚上 我约柳如烟 去全市有名的西餐厅吃饭 可让我没有想到 我的手机却收到了柳如烟 刷我卡去开房的短信 里面的酒店 还有房间号 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皱眉 立刻不动声色 让自己助理 冻结了柳如烟的卡 向来号称独立女性的她 都要离婚了 还花我的钱开房 也是让我开眼界了 我送柳如烟回去时 却突然看到柳如烟 就守在我家门口 她似乎喝了很多酒 看起来醉醺醺的 可当她看到我身边 站着的沈夕时 她站起来 亮亮呛呛的不可置信 伤心落泪 石像明 我开房的短信 你没有收到吗 你为何可以 那么淡定地 陪在这个女人身边 那我呢 你有想过我怎么办 我才是你的妻子 柳如烟哭着质问我 我觉得这场景 无比熟悉 毕竟我曾经 也是那么质问她的 卑微祈求柳如烟 能够给我一点爱 可她的心 却始终在夜望身上 分不出来给我一点 柳如烟 你清醒点吧 我既然决定 要跟你离婚了 那么你干什么 你想跟谁开房 都不关我的事 我只有眉 看到这样的柳如烟 现在给我的 却只有困扰 我不信 石像明 你一定还是爱我的 我知道你现在 只是在生气而已 柳如烟 扑进我怀里 哭着伤心不已 我用力把她推到地上 柳如烟 完说过 要你清醒点 我不爱你了 你现在这样 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说完 我毫不犹豫 打电话给了夜望 让她来把她带走 醉醺醺的柳如烟 看到来接她的夜望 突然像是意识到了 我是真的不爱她 也不在乎她了 如烟 你怎么样了 我们快回去吧 夜望关切低头询问 九 柳如烟看着夜望 情绪却像突然爆发一样的崩溃 不 我不要你柳如烟哽咽 跑到我身边 石像明 那本日记写的都不是真的 那上面不是我的爱意 而是我的执念 夜望听到她的这些话 脸色有些发青 你相信我 我真的已经爱上了你 我那天之所以没有选择先救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伤得那么重 我听到柳如烟的话 表情淡淡 可是你还是下意识选择 相信了夜望 不是吗 可笑的是 你还让重伤的我 去给她做饭 柳如烟 我是一个人 只有一颗心 却已经被你伤透了 我现在已经 无法再爱上你了 你现在只能走两条路 要么跟我去明证据 我们登记离婚 要么就是我诉讼 到时候一旦闹起来 你觉得你的工作 还能保住吗 我冷冷地威胁 柳如烟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这么说 她的泪水在毛子里打转 好 我答应你 只是石像明 你今天如此对我决心果断 你以后你就不会后悔吗 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难道真的就会爱你一辈子吗 我看着柳如烟 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 对她的付出是如此的可笑 柳如烟 你放心 我不是你 连自己爱谁都不清楚 我这话音刚落 柳如烟嘴唇煞白 身体一僵 我明白了 对不起石像明 这段时间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现在就走柳如烟 失魂落魄的转身 柳如烟 你等等我夜望赶紧跟上 毕竟她在国外混了好几年 却始终混得名头都没有 柳如烟是她目前能接触的最优质对象 第二天 当我跟柳如烟一起去民政局时 她眼眶红了 石像明 你真的想好了吗 恩 好柳如烟苦笑 拿到离婚证后 柳如烟叫住了要离开的我 石像明 虽然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可不可以邀请你一起去吃个饭 不用了 可能看到你 我会有些吃不下去 我转着离婚证 心里却感觉很是轻松 看着天空的蓝 颇为有些释怀 柳如烟脸色白了 她应该是没有想到 一向都是舔着她的我 竟然有一天会对她说话如此绝情 离婚后 我去了我朋友组的局 却在回来时 看到着急的沈希 她的眼眶红了 仿佛遇到什么事情 怎么了 我连忙问 沈希红着眼 我奶奶生病了 可是我们压根联系不到脑科方面的名医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石像明你不知道 奶奶对我有多重要 她要是死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了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在颤抖 我将满心恐惧的沈希揽入怀里 别害怕 沈希我在 我会跟你一起想办法 我托朋友给沈希的奶奶 联系了国外的脑科专家 是 因为抢救及时 沈希的奶奶保住了 沈希在医院洗劫而泣 抱住我 可这一幕 刚好被送来医院的柳如烟撞见了 我看到她穿着消防队的衣服 想要上前 却还是强忍着 可她眼里的悲伤 却是切切实实的 晚上 我下班回来的路上 却被叶望拦住 石像明 你到底对柳如烟说了什么 为什么她现在都不理我来 看得出来 叶望很害怕失去柳如烟 毕竟柳如烟对叶望 又出钱又出力的 叶望 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有些傻吗 首先柳如烟是个独立的人格 我没有资格去打扰她跟谁交朋友 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 她不理你 你找她去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准备上车 叶望的脸色却变得扭曲 石像明 都是你 你明明什么都有了 却还是要抢走我的柳如烟 她明明该属于我的 我也没有惯着她 直接一脚将她 踹开我们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可突然柳如烟出现 叶望见状 又开始装柔弱 被我打得很惨的样子 可没有想到 这一场的柳如烟 却没有为她的惨状停留 而是直接越过她奔向我 石像明 你怎么样 你还好吧 柳如烟眼里满是关心 不管你的事情 我推开柳如烟 如烟 你别怪石像明 都怪 叶望话还没有说完 柳如烟脸上满是怒容看向她 这当然怪你 叶望 我不是说过了吗 让你不要来找石像明了吗 我们之间从你出国那天起 就已经结束了柳如烟 护在我身前 斥则叶望 让我心绪复杂 这一次她终于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可惜我们之间早已经结束了 如烟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叶望看向柳如烟 眼里多了几分阴狠 等到叶望狼狈走了以后 柳如烟将我扶起来 我们久违心平弃合 一起石像明在街边散步 快到我家时 柳如烟叫住了我 石像明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吗 我闻言 没说话 只是淡淡解开衬衣扣子 露出我胸口的争鸣疤痕 柳如烟看着我胸口的疤痕 突然捂住脸 气不成声 对不起 石像明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 柳如烟说完 突然抱住我 石像明 你以后一定幸福 忘记我给的伤害 柳如烟说完 红着眼转身就走 十一 那之后 很长时间 我都没有收到过柳如烟的消息 直到几个月后 通过新闻 我才知道 在我跟柳如烟说开后 叶旺就开始对柳如烟死缠烂她 结果遭到柳如烟的无情拒绝后 被逼急的叶旺 竟然拿出他们年少时交往拍的柳如烟亲密照片来威胁她 至此 柳如烟心头白月光彻底烂的粉碎 而叶旺国外招惹的女朋友也在此时找上门 说她在知道在怀孕后就故意食乱中气 柳如烟也终于相信 当年出国是叶旺的故意放弃 叶旺本以为柳如烟看到她的威胁照片后 一定会恐惧害怕羞耻 然后卑微求她复合 没有想到柳如烟极其果断地报了警 将她送去吃牢饭 事情发酵后 柳如烟为了避免舆论影响到消防队主动辞职 至此不见踪影 我将重心放在工作上 而两年的时光里 我跟沈希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 我发现沈希似乎就是 我一直想要找到那种同频的人 就像是在那人群中 无论我身在哪里 沈希都可以一眼认出我来 但我没有想到 在我跟沈希的婚礼上 一直都没有露面的柳如烟 竟然再次出现 石像明 沈希声音有些不安没关系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我握住沈希的手 给予她无声的安慰 我说过 我从来都不是柳如烟那个糊涂蛋 我很清楚我现在心中爱的是谁 最重要的是谁 柳如烟坐在宾客席里 看着我亲手将戒指 戴到沈希无名纸上 在我跟沈希亲吻时 我看到柳如烟落泪了 眼里满是绝望的回忆 可那又怎么样 我搂紧了沈希的腰 有些事情 错过就是错过了 伤害无法被忘记 我们从来只能向前看 全文完 我们下船 我们下船 的于是 我们下船